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它在虾米里的酸料非常好 而且会放很多虾米 所以整个汤很香 所以这个鱼票就会吸入里面的汤的精华 帮你吃的时候 除了吃到鱼票的爽口之外 还能喝到垃圾汤 感觉很好吃 其实你现在是在吃哪一道 吃垃圾 你很少有这个道 特别的配料 在这里真的有 我觉得这个很有特色 多数垃圾你应该是豆腐啊 或者是喜好嘛 是 所以我来这里我一定要叫这个 啊 巨人 很过瘾 它配垃圾的味道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试过 多数这种 这个配料你们都不会放在垃圾 你会放在 鸡汤啊 或是一些豆腐 原来你放在那个垃圾 很过瘾 你们以后可以试试 不要太熟 我看到很多 很少人吃现在 因为 在那个市场是买不到的 所以 比较难买到 在这里你找得到 好好的 煮到它应该是 8分到9分钟 这个巨人就 哦 刚刚好 想问一下 你们觉得这边的垃圾会太辣吗 这个就是他们的细心点 有了几个配种的辣椒 这个辣椒呢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垃圾真的还不够辣 你可以加这个垃圾 真的的垃圾 比如说 因人而已 除了垃圾 它这里也有一些是 黑菜 现煮的 或是一些炸 所以这个是炸的 它是有一些 垃圾是给炸的一些 可以拿来炸 炸的 所以 很细心 这个垃圾做法很好 其实每个人的 垃圾的程度都不同 所以如果你觉得 哇 太辣了 你就很惨 你不可以剪 你不可以加水 相反的 它不辣 你不怕 你可以慢慢地加一些垃圾下去 就美味 适合你个人的口味 刚刚好 所以你们平时吃垃圾的时候 会加辣吗 比较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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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里的 你会拿一碗来喝吗 我会 最喜欢吃是这个帝王菇 为什么我说这个帝王菇配垃圾 这个火锅也好呢 因为它真的好像鲍鱼 咬下去的口感 所以当我放在垃圾里面的时候 它的外皮就有垃圾味 里面好像吃鲍鱼那种口感 我看其实也是肯定有它喜欢的配料 可以介绍一下 其实在这个火锅店 因为有十年的经验 其实你来这里 你要吃什么火锅的配料 它都有的 对我来讲 导泵是不可以没有 一定不可以没有 因为它在垃圾 它是其中一个配料 它是吸进所有垃圾的味道 这是重点 这个一定要 我觉得一定要 第二个是 如果你的小孩子真的 不喜欢吃垃圾 那怎么办 它有个清汤 所以你那么担心 他还是不吃 还有这个 哄一下 他一定吃 小孩子应该喜欢 我很少吃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小的细心 让不同的哭客来吃的时候 有一点意思 不只是为了我们大人吃辣的垃圾 小孩子也可以吃的 因为这个清汤 它有一个清汤的 不错 当你配了料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汤还是很容易 很清甜 我觉得不错 你剩下的味道 我觉得自己喜欢吃竹笋吗 因为竹笋 有很多人觉得竹笋 是没有什么味道 其实是错的 观念来的 竹笋 其实它有一种清新的味道 所以它是很累的 你们一定要试一下 猪笋 其实它讲得很好 因为竹笋 很少人配的垃圾 我不要讲见人真人 你们应该试一下 因为多数竹笋不会 不过它放了那个垃圾 你吃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过瘾 最脆的垃圾 很过瘾 因为你没有想到这个作品 都可以配垃圾 因为新加坡 平时吃垃圾 它的配料是 还是那句话 是豆腹 这个东西 有些特别 你来这里一定要这样的配合 一定要是 我们吃了十年 知道什么配 我们试试了 那你不用走冤枉路 你们只是这样试试 就觉得很好吃 刚才滚了之后 还没有放配料 我就盛了棒了 的垃圾 之后 你就放 我啊 这十年年轻处的一个吃法 放一点饭 然后啊 耐心一点 耐心一点 要到了 等等等等 到了 它的配料 加了那个垃圾 才滚了 哇 我跟你讲 这个很好吃 这个 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因为你吃垃圾 它一定会黏 你要面还是粗蜜粉 粗蜜粉我都有 不是没有 它的口感不同 这个饭 加这个垃圾 当做汤来喝 哇 配那饭 有口水 我的十年的功力都在里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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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